-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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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放這個影片 因為民進黨 我看到有人在脆上面 我就覺得有時候真的是 台灣真的生病了 反正也沒差啦 有人就一直拿這個民視啊 民視有播我的新聞畫面 那民視播嘛 那下面有人留言嘛 一堆人在罵我嘛 然後他把他接那個片段跟那個留言在跑 都在罵我 笑我很肥啊 笑我做人差啊 然後裡面一大堆那種什麼肌肉腦啊 什麼中共同路人啊 然後在脆上面發一個文附帶那個影片 館長比個健美賽 怎麼這麼多人在罵他 我好好奇喔 然後下面跟上 一堆民進黨在那邊 在那邊 我覺得說 這個好好的事情 好好的事情啦 都被你們弄得這樣子 一副很糟糕 真的 它是一件好事啊 就是說其實 唉 有很多事情喔 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只想講說 我做這件事情是為了證明給誰看 證明給 我的 自己的觀眾看 因為只有你們最了解過程嘛 從我跟各位講 要這麼做 一直到每天逼近 每天每天我跟大家聊天 每天逼近就這樣 一天一天過 我只是想要說 無論怎麼樣 我說要上去 我說我敢站上去 我就是會站上去 可能沒有做得很好啦 喔 畢竟不是職業的選手 也沒有說 嗯 這麼多的時間 畢竟 我們太多事情 喔 沒有這麼多的時間 喔 畢竟我們有那麼多 東西在做 那麼多人要養 那 但是我做了 從我的臉 你應該就看得出來 我應該很不舒服吧 喔 那也有降下來 喔 也敢站上去 那也很努力的在 很多人都說 欸館長腳看起來 好像受傷的那隻腳 好像已經練回來了 事實上沒有 它大小還是 有差 就你看我的這個腳 啊 就有人說 我現在腳為什麼還會痛 我 有一天喔 我希望 聊天室的各位喔 都是身體健康的 我沒有辦法跟你講 我腳為什麼會痛 那也許你 嘖 最蠢的方式就是 你去買一把自視手槍 沙漠之音 然後往自己的腳開 兩槍 把你的大腿骨打斷 然後 你 就是 而且一定要粉碎性骨折 就是你的大腿骨不見了 診斷不見了 然後 你再恢復回來 然後再繼續練習 應該就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我沒有辦法回答這種問題 剛剛聊天室有人一直在說 為什麼你開完刀回來還會痛 那如果開刀是一件 你以為開什麼 割包皮手術 還是開什麼 如果 一個經過 差點在 差點掛掉的人 把他搶救回來了 我就可以了啦 醫生也沒有那個義務 又不是醫生開你槍 可以讓你走路 館長 不錯了啦 你也沒有歪腳 那時候我就跟醫生講 醫生就說 這個東西 如果你真的要回復到 以前的百分之百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人體啊 它不是零件 它可以換一個新的上去 你把一個壞掉的東西修好 它的功能性 比如講 這個東西百分之一百 把它壞掉了 你把它修回來 它可能就剩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的功能 你要回到以前百分之百 絕對不可能 那聊天室有一些人會懂 比如講說你有救傷的 一直好不了的 你以前有出過車禍的 你以前有骨折過的 有開過 膝蓋 腳踝 關節 手術的 你就會懂了 很難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 我也希望你不要遇到 我總不能說 有一天你車禍了 有一天你怎麼了 快快樂樂你就知道 我希望大家都 可以快快樂樂的 無痛無病的過一生 直到你死亡 好不好 不要發生這種意外 就是 你說我現在 你知道我以前真的猛 我以前有多猛 人家說好漢不提當年有 那我不用提的 麻煩你去找館長的影片 我以前怎麼在練的 你去看 差不多有幾百部影片吧 那些45歲的還要被人家糟蹋 還要被人家說 這看起來就很油啊 怎麼樣啊 就 不怎麼樣啊 我只是在證明 我只是一直在替自己寫一個里程碑 至於說我利不厲害 我怎麼樣 網路上面影片很多 你慢慢去看我以前的時候 還沒到45歲之前 我以前可以整個直播都放出來 跟你各位 從頭到尾 連蝦尾 一邊練 一邊聊 我怎麼練的 網路上面影片上排布 好不好 那你們可以試著做做看吧 看你們做不做得到嘛 其實我覺得選手對我真的很好 他們都對我真的很好 我 我 我其實上台前啊 我都一直在說 我還是不要上台 我覺得 很老闆 我覺得我真的 他們都不會啊 館長 你超大一隻耶 你很好 肉量很夠啊 不用做那麼乾啊 看起來 很好啊 他們每一個人都在安慰我 我知道是安慰 有幾個人對我講比較多的話 說看他做得到 你就要來上台啊 不然就是 三門就說 三門那天就說 還有他們就說現場誰比你大隻 現場誰比你大隻 我說他們不會看這個啦 他說現場誰比你大隻 他們在嘴殺小 不會啦 不敢嘴啦 他們就做不到 現場誰比你大隻啊 叫他們來看看 結果也是沒用啊 對不對也是沒用啊 反正怎麼做都會有人 說我們不好 然後我又掉了那麼多公斤 我現在啦 我現在 看起來狀況更好 我現在啦 就是肉 長回來了啦 之前掉太多肉啊 結果在三個月內 真的做得很急 所以肉 肉都噴 噴到一個不行 肉都噴光了嘛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一直降一直降 幹一直撿 一直撿 肉就跟著下去 肉就沒辦法流那麼多 現在最近喔 這個肉量 比我上台大多了啦 現在這個肉量比我上台大多了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重點我跟各位報告 就是我給各位看到的是態度 阿管喔 每次跟各位講我要做什麼 我就立一個目標嘛 最終我就把它執行完 人生的過程當中 這個也是我勉勵各位的 你立一個目標你去做 做完了你至少有達到這個目標 一次一次的精進 但是千萬不要怕被笑 你不要讓館長被笑 你不會被笑啦 一般人如果 如果這件事情不是館長做 是另外一個45歲的人下去做 我相信大家都會舉說讚 連民視三立的觀眾群自由時報的 FB下面都會說讚 但是因為今天是館長嘛 這我也懂 我做什麼都把不讚 裡面我在搞運動裡面 差不多三分之二留言都在講政治 那也沒有差 反正我們進了廚房就不要怕熱嘛 我們本來定位就在那裡 我們不願意 我們的不對等作戰 我們跟幾千億的集團 甚至上兆的集團在作戰 主要怎麼說 民進黨你認為他們家產多少 小孩子的問題 我認為差不多國中 國高中就可以開始訓練了 國高中就可以開始訓練肌力了 昨天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只是我們每一天都在 我們每一天都在 都在經歷的 我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做一個互動好不好 你們認為 你們現在台灣的 生活很好的 有沒有 沒有吧 那 你們認為 台灣現在目前的問題多不多 我們常常每天在槍枝泛濫 詐騙泛濫 黑幫泛濫 工作薪水低 房價今天的新聞又創新高 然後通膨 電費漲 然後醫療癱瘓 缺少子化 缺兵 缺警察 缺醫護 缺消防員 公務機關 今天最新的新聞 連公務人員都招不滿 以前公務員不是鐵飯買 現在招不滿了 大家有的不願意做公務員了 公務員薪資喔 我去外面做個詐騙 我隨便當個車手 真的啊 今天的新聞 什麼考試院還是什麼院喔 真財 還缺十分之一的人 以前公務員 一些人搶得當 現在太慢了 你當一輩子的公務員 買不起一間廁所 買不起一間台北市的廁所 台灣的問題那麼多 缺藥 缺蘇益 缺生理食鹽水 缺媽缺東缺西缺女娘雞巴 從昨天開始 民進黨吳思瑤 我昨天晚上的直播有放一個影片 民進黨吳思瑤 他在做一個動作 他說民眾黨 抹紅民眾黨 今天 來 我先給你看 我就是有追蹤啦 我就看你們在玩什麼 你看喔 他們的戰略喔 台灣人這麼多問題嘛 right 台灣人是這麼多的問題嘛 right 但是 他們在忙什麼 他們在忙著 政治鬥爭 忙著 分化 分裂 台灣社會 拜託總統 你平進黨下面都要分 你現在要分啦 你是台灣人 還是 爸媽是外國人 打台灣身份證 是不是 現在搞種族歧視嘛 對不對 就像外國黑人你不夠黑嘛 外國白人你不夠白嘛 你爸爸媽媽有混到嘛 你現在要搞這個嘛 你媽媽是中國人 爸爸台灣人 我他媽看不起你 媽媽是越南人 台灣是 你爸爸是台灣人 我他媽看不起你 你不夠蠢 是吧 來我們先來看一個 新聞 你看他們怎麼做新聞 今天新聞 來民視的 國會擴權法案 台灣的半人接受判決結果 謝謝道內 他們的民調顯示 只要法官做委憲判決 假處分下去 就代表你這三毒 跟放屁一樣 他 民進黨做的 民調一半人可以接受 是這樣嗎 這個才是他的 最大的用意 配合的什麼新聞 蠻玉珍 今天的蠻玉珍 大量網友痛批 大量網友在哪裡啊 蠻玉珍被抹紅 大量網友痛批 大量 我點進去看 我有點進去新聞 進去看 他就寫大量網友 你的大量網友在哪裡 我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喔 他們在做新聞 是這樣做的喔 我今天舉出第二篇了嘛 對不對 第二篇新聞嘛 對不對 我唸給大家聽 這個新聞的標題叫做 自由時報 民眾黨提親中法案被抓包 戳破白 腦羞撤遷 國安破口 他們自由時報超敢做耶 什麼叫自由時報 就是兩個月前就知道 兩個月前就知道 有人來盯紹台灣的政論節目 沈柏洋拿著自由時報 然後我們所有人都問 自由時報 所有人都問沈柏洋 人咧 人咧 也問那個梁文杰啊 海基會的 人咧 人找到沒有 他說 沒有找到人 可能跑了 剛剛有人說叫館長選總統 你覺得選了贏嗎 昨天我才拿 我為什麼今天給大家看 這個三個新聞 昨天我才拿 吳思瑤的東西 你看喔 他們就是一 他們的民進黨 你看喔 他民進黨 執行什麼方向 所有的媒體 全部跟上 他們這是什麼 他們這是一個 網軍 一個後面一個決策者 他掌握什麼 網路 媒體 打蛇就隨著捲上去 然後政令全部 通通都在討論 全部都做一整套出來 怎麼選 昨天人家都講得非常清楚 今天喔 黃國昌 直接出來喔 開記者會 我等一下會放 國民黨也出來罵 叫民進黨道歉 吳思瑤在那邊 啊哪 結束都想去喔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策略期 就會下了 抹下去 再讓他們的形象變差 這樣子 我們到時候 為什麼把這三者 結在一起 到時候法官判違憲的時候 大多數人站在他那邊 我們繼續玩 抗中保重牌 我們繼續打芒果干 打芒果干 就是台灣只有一個政黨 愛台灣 叫做民主進步黨 其他的人都是習近平的狗 其他人就是要出賣台灣 你繼續抹紅他 他們為了要阻擋台灣的進步 他們為了要阻擋法案推過 為了要阻擋 你查我民進黨 他們做成這樣 有空每天抹回別人 你看喔 他們的媒體力量 網軍力量 立委 但是 他們對於鄭文燦 視而不見 清鳥 這是你要案 我也不懂 為什麼一直在那邊 你有那個臉去罵館長 你鄭文燦案 你講一個 今天黃國昌 我把資料拿出來 不止鄭文燦 當年的行政院 也要出來負責 民進黨的中央 你看那個地 後來又種進去了 又要變更 黃國昌今天的臉書 也有打資料 不止鄭文燦 那塊地 五六十億價值 五六十億的 錢會跑出來 不止 然後你民進黨 有人要討論嗎 我們再講一次 有正有據的東西 我再給大家清鳥 我聽一次 這邏輯 有正有據的東西 鄭文燦被收押 有正有據 他那個人收押 他要變更地木 要把農地變成建地 狗屎變黃金 農地一坪三千 建地一坪 五十萬一百萬兩百萬 看吵得怎麼樣 只要變過了之後 他一定怎麼樣 從三千變三萬嘛 三萬變三十萬嘛 三十萬變成那般一百萬吧 地就是這樣一直上去 有正有據喔 人家有資料 鄭文燦也收押了 這塊地當時都變的東西 送去行政院誰准的 人家把所有東西拿出來 你不看 你不看 這些有正有據的 你看 吳士堯說 民眾黨 是 中共同路人 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喔 民視 三立民視啊 還有青鳥啊 吼 我真的很好奇啦 那這個問題 我也在網路上講了無數次嘛 好像沒有人敢回我嘛 吼 這種人 他去指責別人家的不是 他自己的立場到底在哪裡 館場 平常如果真的是 就 你懂嗎 你懂我知道 我行為很不檢點 我每天在外面 一下摸這一個 一下摸那一個 丘基蘇蘭 丘基蘇蘭 喔 然後我來指責別人的道德觀不好 對不對 女粉看到我就干他 女志工 我就摸他 弄他 把老二放在他嘴裡之類的 我不知道 把手放在他胸部上之類的 我不知道 丘基蘇蘭 這種人啊 他的偷偷叫什麼 什麼立法院什麼的啦 然後去政論節目上呢 大放絕 好像 彷彿沒發生過這件事 然後在那邊 造謠 整天說故事 我聽說 我金主說 以前支持我的誰說 這種下三爛的節目 滿嘴造謠抹黑 NCCO 放任 他又哄起來了 館長在這邊再講一百次 經歷了這幾年 我真的覺得喔 館長幹什麼把人設顧得這麼好 從明天開始 出去他媽的 沿路好不好 上車先 喝個他媽的咧 五罐高粱 先酒駕 嘿嘿 這次人物都要酒駕了嘛 再來帶女粉絲 我還會在汽車旅館外面貼布條 館長在裡面手感 不用狗仔來抓 拼命上新聞 好不好 各種混蛋事做盡了 好不好 根本不在乎是不是 他叫做 立願榮譽顧問 這個 這個鬼東西啊 我剛剛給看到 為什麼我看到 給你看新聞 給你看東 給你看西 跟你講脆我的健美比賽的事情 我為什麼前面OK 這20分鐘一直在跟他講這個概念 台灣現在缺醫護 缺警察 缺軍人 缺 東西變很貴 缺電 一大堆弊案 一大堆詐騙犯 一大堆黑幫 通膨 不處理 然後房價變那麼飛那麼高 都不重要 整天就講這個就好 聽聽看啊 有人又在說鬼故事啊 這個人叫做立任榮譽顧問啊 從明天開始所有的女粉喔 老子都要他媽摸你奶子 老子都要摸你 老子明天都 所有的女粉都做我的代理孕母 所有的女粉 館長 你真是太榮譽了 你可以當榮譽顧問了 什麼 什麼都給你掛 榮譽 為什麼這麼榮譽 因為我女粉我都幹啊 媽的 超級榮譽啊 金子吃飯 不是因為我支持民眾黨呢 那是那個金子協會 協會 協會 協會說我以前 以前我就都民進黨支持吃 民進黨現在大堂這城 遠在天邊 他就覺得要支持小堂 所以過去他也要把我支持 現在找到民眾黨 我問說 你這次支持之後 你看他的表現得對 我們兩個討論的結果是 當然不對 什麼叫做不對 作為一個第三歲 你如果要包拜要怎麼做 兩邊投票嘛 來說給觀眾說 為什麼民進黨這個比較好 為什麼國民黨這個比較好 為什麼我的比較好 你不只叫包拜 好 三黨的好處你都保證 但是現在現出時的現實就是 如果民眾黨沒有投票 就是保上國民黨嘛 對 所以大家都有眼睛在看 只有柯文哲和黃國昌 活在自己的夢中 像這樣 夢想說 好 我做主體性 我都沒有投票 我做主體性 這禮拜我剛好 行程 含一個民眾黨的金主 吃飯 啊不是 你娘怎麼吃剛好這樣 啊 沒有啦 我們說讚的啦 我們說讚的啦 啊你們這頂人 整天除了在嘰嘰賣賣賣 塞塞溜溜 沾梯沾 幹你娘咧 整天在說這個 沒水準咧 你 你 我讀到 我看到 我聽到 我兩個月前就知道 就 你知道我多久就知道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兩個月 六十天 You know 我就 知道 那你知道人咧 人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現在就 又不印得出來啊 現在你就問他齁 他也是 呃 是喔 有嗎 我有講過嗎 有喔 你娘 你說的話 跟你放出來的皮一樣 都不用負責耶 臭蜜蜜都不用負責耶 整天在賺 賺你們祖公十八代 整天在說故事 一個冬季 一個肚子 一個肚子 兩個都在賺 一個拼四名 喔喔喔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一個拼四名賺 沒有啦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伯伯這樣說話 我們說讚耶 我每天在開這個直播 我們為啥每天在開 欸謝謝 謝謝75塊 因為我們說話齁 是是在在 我每天在開講耶 我說話很實在 我每天開直播 為什麼我每天能開直播 因為 because 我們是真心的嘛 雖然隔著一個螢幕 舒不舒服 舒不舒服 但是我們記憶很近 我說真的嘛 是不是 啊這個到底在幹嘛 不是 他們講的話說的是 賣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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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像什麼你知道嗎 這就像說 我在大庭廣眾之下 我在逛夜市 我在一個很多人的場合當中 看到你 欸 館長 欸 我忽然很大肆的說 你懶叫洗肌 還不可以 你不服嗎 你不服氣嗎 你生氣了 吃我一拳館長 不然就破口大罵館長 這時候 我又說 你看 建設得受氣 你懂那個意思嗎 當你被 當你這種東西其實很雙面認 當你被誤解 被抹黑的時候 有人說你幹了沒有幹的事 對不對 有人說你 就像習近平嘛 就像我們 台灣 健身房專家余北辰 他說 館長拿中國 中國資金 我會很生氣 你會很生氣 你說我就沒有啊 才破口大罵啊 這時候你看吧 陳柏惟帥你看 這就標準的啦 建設當受氣啦 對不對 這麼極端要通啊 蛤 國際都不行 我都會 愛台灣的觀眾朋友說 像館長這種態度 就是什麼 抓到了啦 建設當受氣啦 哇 哇 如果每件事都要這麼搞 世界上再也沒有真假了 哇 這世界上什麼時候 這世界上哪裡有真跟假 之分 現在已經到了這個階段咧 大家每天這麼忙 自己的事都處理不完 就只有一個黨 我們親愛的執政黨 我們親愛的執政黨 每天都在抹人家 說人家是中共 他們除了這件事情 還有 整天在造謠人家 什麼金不金主的 從一個 從一個 好像很窮的人 當上了立委之後 飛黃騰達 到被人家罷掉 到被人家抱me too 到現在 還是可以靠著政治 繼續 繼續 巨大事業 巨大政治路 名嘴也是政治路啊 王毅川 到現在也不跟你交代 他查誰的個資 他到底從哪裡拿到資料的 現在也在上這螢幕啊 沒有停啊 所以我常常看到他們這些人 我常常想阿管算什麼 有時候真的啦 我們一直每天喔 做什麼事情都在想說 社會對我們的評價是怎麼樣 在乎嘛 怕人家誤解我們 現在想一想好像也 好像也不是那麼重要 好像也不是那麼重要啊 把自己活那麼辛苦幹嘛 對不對 隨心一點嘛 對不對 有人在旁邊是女的就摸阿 就捏阿 對不對 就笑阿 有粉絲在買東西就騙阿 是不是 極盡之卑鄙 無恥下流嘛 是不是 沒有道德就不怕被綁架 沒有情緒就不怕被勒索 沒有存款就不怕被 不怕被詐騙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老二不硬就不用交女朋友 所以有時候我真的是很羨慕大家 以上講的這幾件你們都沒有 絲毫沒煩惱 對不對 既沒有情緒也沒有道德 都裡面也沒有錢 更沒有存款 摸摸自己的老二 不知一笑還印不起來 我跟各位報告 你的人生真的太美滿 我們遇到了這一些煩惱的事情 各位也一件都遇不到 有時候想一想這樣也是幸福的 有時候其實人生沒那麼悲慘 兄弟阿 你既沒錢 老二又壞掉 有時候真羨慕你 既不會被騙 既不會被騙財嘛 更不會被騙色 女人根本看不上你 你就不會阿 沒了感情阿 既傷了心 又沒了錢 兄弟有時候真是羨慕你 像我一樣我也羨慕各位 說實在話